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朋友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怎么感受 大疫情整整过了27个月 27个月意思就是三个九 明天可能会出现对很多人来讲是个愚蠢的日子 因为他愚人节是个愚蠢的日子 而他的愚蠢是自己的精明一手造成 我们今天在白天节目中就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会在金融股市场 就是说因为甭管是大充治也好 深层政府也好 当代的精英也好 他都是落在一个钱上 我今天上午有期节目 我说人现在搞不清自己的男女 现在在打架 对吧 把自己弄得就弄得自己就搞不清自己 到底是弓的是母的 那动物从来不会这么干 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去考虑 喂 我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我得在理论上找找 今天在美国这么找 在法国这么找 在英国这么找 在德国这么找 都在找到底是自己是男的是女的 你都不配是动物 你不配是动物 今天的人败落 就是根本就什么叫道德 你没有资格去用道德去形容这个词 我也跟大家解释了 海外的人 你不配是韭菜 他说韭哥这话说绝了 韭菜是中国大陆 那是在中共的因为之下 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你今天是活该你自己干的 活该你干死你自己 活该啊 活该真的是活该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我们这么做 我这么跟大家分享 那还还那样了 还那样 在我们上午节目做完之后 那今天这是一天的啊 就在大概下午三点钟左右的时候 道琼斯下跌五百五十点 一点五 这个这个这没什么 这个刚刚可能是刚刚起步了 啊可能是刚刚起步 明天有可能他的整个金融市场暴跌 呃美元暴跌 所以我我两期节目中已经说了美元暴跌 欧洲开始四分五裂 啊他你你放心吧 表面上他们会制裁俄罗斯 暗度乘舱暗度乘舱这是一定的 因为有朋友说陶哥你知道吗 下礼拜欧洲开始出现突然的冰霜 零度以下 德国什么都是零度以下 是这天气很邪门的 今天我住这地方 零上十六度 十八度 留十六度十八度 刮大风 明天零下一度 不整死你对不起你 为什么 那这些精英全都是人定胜天的 他的屁股比老天爷厉害 人定啊 北京人管屁股叫定 所以人定胜天 人定 毛泽东敢 你没有任何对神的尊重 没有 你只有你自己利益的追逐 所以会出现这故事 那这个是市场的反应 这个很显然是市场的反应 美元在加息的忽悠背景之下 在暴跌 这都是逆向 完全是逆向 那这是 这是我们看到 所以在今天 在今天的欧美社会当中 那些真正掌控 这个社会市场的人 有人说什么 让你打这 你打了他挣钱的人 这听懂吧 用不择手段 把川普给整哭了的人 整哭了 就这 这是一批人 这批人呢 和 就怂恿着这个 怂恿这个司机 脚蹬小吉普 50块钱一位 这是骂人的话 北京的 就这东西 所以 这东西呢 那今天就凑到一起 整 苦口婆心 讲半天 最终 该出结果 就到 到点就出结果 所以当大家呼喊着 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 我们今天 跟大家解释了 就是有关 卢布的问题 我看有人留言 还这个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股票 就是西方股市跟货币 可能出现崩盘 原因 就是俄罗斯干 就是普京一个人 一个人 普京一个人就给干了 普京一个人干了 那我们现在用的呢 是这个 我们刚才看到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美国 美国CNBC商业电视台 这个是福克斯的 美国福克斯商业电视台 受到西方制裁 但卢布几乎完全恢复了 他的 恢复了他的故事 卢布恢复他的故事呢 这里讲的是 卢布 在开战之前 大概在2月20号的时候 他是83卢布 79卢布是83卢布 对一个美元 然后等到了 等到了开战制裁之后 他最低暴跌到 139卢布 对一个美元 然后这是前后开战 这多长时间 31号 31号 那是四天五天 36天 在今天31号嘛 你钱再加四天 再加五天 36天 35天吧 应该是 24号开战 24号开战 到28号 这四天之五天 不会的 35天到36天 卢布再次回到七毛九 七毛九 所以这就 这就是一个完全对等的故事 西方股市暴跌 美元暴跌 卢布暴涨 跟大家分享几个 在在推特上 因为在推特上 卢布呢 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热追的一个词 也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卢布怎么了 因为有人赔钱了 那这是在今天下午两点半 他没说是什么时间 比如说太平洋时间啊 或者是印度洋时间 印度洋时间 就是美国东部时间 或者西部时间 他没说 在当时呢 卢布是83 83美元 83个卢布对一个美元 那就是 那这个标图 这个图就走的一个很完整 这是制裁前 制裁了 暴跌了 跌到139 然后一扭两个下来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跟大家看一下 不同的图标 你就会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这是另外一个 他是倒着算的 对吧 他倒着算就说 倒着算应该算 100卢布 换多少美元 倒着算 掉下来了 然后上去了 几乎跟这个 制裁之前是持平的 我们就 大家去感受这故事 这个人就贴的比较清楚了 卢布对美元 2月20号 2月22号 打仗的那天是 打仗是24号 78卢布 对一个美元 3月1号 105 3月8号 144 到了3月15号 就变成99 3月22号 变成98 那到了7 到了这个 现在是79 所以这是他不同的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的故事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他的变化过程 那如果能够理解这个变化过程 你就知道 整个对他制裁的一切 完全就不存在了 完全就不存在了 这段呢 因为他讲的是俄语 他讲俄语我也听不懂 那这是刚才今天中午的说 普京宣布他颁布法律 那颁布法律就是有关卢布结算的问题 这个我们上午跟大家讲这段故事 所以卢布结算的本身 就是你接受不接受 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做了 我们今天上午用了三期节目跟大家介绍了 说你非要用美元跟欧元可以 那我在我指定了欧洲这个俄罗斯银行 你开两个账号 你这头进美元 那头呢 用他自己官方规定 他是俄罗斯银行 用他自己官方规定的汇率 换成卢布去交你的天然气的钱 没错 他没拒绝你 如果这么干下去的话 他既保持卢布的坚挺 同时又大规模收回外汇 为俄罗斯未来的复兴奠定基础 所以这是非常 我就讲这是非常非常悲剧的 有人说他为什么走到这样 我早一直跟大家解释 今天拜登来了 一定把美国毁了 一定把美国毁了 就听不懂这话 正义 没有道德的正义就是欺诈 怎么说都说不明白 就说不清楚这事 不是我说不明白 就您就听不懂 比那鱼木嘎的脑袋还那个 所以这段就讲的是这么东西 他就讲了很清楚 转移transmission都很清楚 你就到 我告诉你怎么干 你就到俄罗斯的银行开个账号 开个卢布账号 说你要弄明白了 否则的话 你是支付不了的 因为我们是被制裁的 对不对 你要考虑到这问题 所以你要明白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人 白送给我们俄罗斯任何东西 那我们也绝不是用来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慈善工作的 所以如果你不付钱 你就算违约 违约我就不给你气了 违约我不给你气了 赶紧上哪儿找气找气的 有朋友还 就是留言里头 你怎么那么蠢啊 说他没气 到时候美国给 美国把自己都给掐了气了 把自己给自杀了 你听得懂吧 怎么这么笨呢 我猜 真的没了招了 普京把自己美国人的气给掐了 把美国人的油给掐了 然后从俄罗斯进气进油 你听懂吗 还在那儿留言呢 啥都不知道 你那还慷慨激昂呢 没见过这么确信眼的呀 真是 ur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